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农家腌青辣椒的做法 多做一步,辣椒存放半年也不会坏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辣椒洗干净以后把地掰下来 去地的时候可以剩下一截 这样洗辣椒的时候不易进水 洗干净以后控水捞出来 锅里加入一盆清水 把辣椒下入锅中煮一下 水开之后再煮两分钟 煮辣椒的好处,第一个是给辣椒杀菌 第二个好处,盐辣椒的时候辣椒不易折断 把辣椒煮两分钟 一直煮至辣椒表面看上有折皱 这样就可以控水捞出来 然后给辣椒里面加入两勺食盐 每一个辣椒上面都裹上食盐 这样辣椒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搅拌均匀 锅里加入300克清水 200克生抽 加入一把花椒 6块冰糖 搅拌均匀,开大火,把料汁煮开 水开之后再煮上两分钟 把料汁的味道完全煮出来 煮好以后关火晾凉 准备一把大蒜 把大蒜切片 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放进碗里备用 现在把辣椒 装进密封罐 密封罐要无水无油 把辣椒放入里面 用大蒜和生姜封口 再倒入晾凉的料汁 用铲子压一压 让辣椒完全浸泡在料汁里面 盖上盖子 密封好 只6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非常的好吃 入味又下饭 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 天热的时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 保存好 放半年也不会坏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转发哦 谢谢